難道重量訓練一定只能做槓鈴或啞鈴嗎? 六腳槓的訓練方式會是你更好的選擇 哈囉大家好 我是Jay Wong 歡迎回到Become Better J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先幫我按個喜歡 讓更多人能知道這個影片 沒有人規定 重量訓練一定只能用到 槓鈴或啞鈴 來作為動作的負重 尤其當你在進行動作時 如果還會產生疼痛 或任何的不協調等等 那其實應該先停下動作 重新檢視自己的動作品質 依照自己現階段的能力與需求 更改動作 或甚至負重的方式 也能幫助你達到想要的目標 像是功能性訓練大師Michael Boyle 他也主張負重過大的背蹲舉 是導致許多運動員下背疼痛的主因 而將深蹲三調 改為後腳抬高蹲 作為主要下肢的動作 主要原因是因為 當你肩膀活動度的不足 在動作功能失調的情形下 還進行負重 反而是火上加油 會容易導致你腰椎的不適 但當然 我也不是絕對反對 槓鈴訓練的重要性 而是希望 你可以依照現階段的能力 選擇適當的動作 與負重的工具 讓自己在訓練時 不會感到身體也不適 才能訓練的更有效率且持久 所以 如果你不是運動員 有舉重或甚至建立的動作需求性 六腳鋼的訓練方式 相信會是讓你訓練起來更舒服的方式之一 這部分的原因等等會利用五種不同的六腳鋼訓練方式 依序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 第一種方式 硬舉 雖然稱作六腳鋼硬舉 但由於較多的膝關節曲曲 有些人也會稱作六腳鋼深蹲 它的好處相比於槓鈴硬舉有三個 第一個是減少下背張力 由於槓鈴硬舉在動作進行時 會放在腿部的前側 相比於六腳鋼硬舉 重量的位置會更接近身體的直心 也由於做的過程 躯幹會較為垂直 能減少你下背的張力 第二個是髖關節活動度 需求較低 現代人由於久坐久站的關係 許多人寬腳鋼的動作幅度 並不完整 不容易在做槓鈴硬舉時 保持脊椎中立穩定 而六腳鋼高握把的設計 能減少你髖關節活動度的需求 以及允許你更多的膝蓋前推 當然也能訓練你從地板拉起的 硬舉動作模式 第三個是增加股四頭肌的訓練 六腳鋼硬舉就類似深蹲 如前面幾點說到的 由於它允許更多的膝蓋彎曲 會增加你大腿前側 股四頭肌的使用 針對肩關節活動度 如果很差的人 可以替換成利用 六腳鋼硬舉的方式 也能達到 槓鈴深蹲類似的負重效果 第二種方式 爆發力的跳躍 舉重是很好訓練爆發力的方式 但它需要有良好的活動度 以及極高的氣速含量 所需要花費學習的時間 會是較長的 而六腳鋼跳躍 會是較為容易學習 且也能訓練爆發力的方式 對於活動度較差 且擁有下背疼痛者 會是較好的訓練選擇 但當然還是會建議你 如果你有興趣以及時間 付出學習 舉重對於運動表現的提升上 還是有很大的幫助 第三種方式 上肢推 不管是肩推或是握推 由於它相對握的設計 在動作進行時 會對肩關節活動度不足的人 更為友善 且容易操作 且會較容易做出肩關節外旋 下壓的穩定 也能幫助你修正你的動作軌道 會較為自然且流暢 也許唯一的缺點 會是受限的握把距離 由於距離相對於槓鈴握推 會較短 會增加你的動作行程 胸大肌的張力 會進而減少 第四種方式 上肢拉 可以利用六腳槓來操作滑船 以及相對握的引體向上 許多人在做槓鈴滑船時 由於髒鈴的動作幅度不完整 可能會彎曲較多膝關節 進而影響在拉起時 怕撞到膝蓋 反而可能會出現手肘過於外開 或是手肘彎曲過多的錯誤動作 而六腳槓中空的設計 正好可以幫助你優化動作 而如果有人在做引體向上時 卡關的 我會建議可以試試看相對握的引體向上 會較好幫助你肩膀穩定 可以將護槓架架高 六腳槓放於護槓架上進行操作 第五種方式 負重行走 負重行走的方式 與好處很多 能訓練你的握力 以及軀幹的穩定 也是幫助你提升所有動作 整體力量不可或缺的方式 而其中 六腳槓的負重方式 相比於啞鈴或護鈴 重點就在於重量的疊加 在之前的影片中提到過 想要提升肌力 其中一部分就在於 讓自己快速的 適應神經活動 大重量高強度的刺激 是非常必要的 六腳槓的方式 可以幫助你不斷的向上負重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雙手持拿的農夫走路 以及單手的弓絲包走路 來作為練習 所以最後要再提醒大家 這部影片 並不是在污名化 槓鈴訓練 槓鈴訓練 還是有其重要性 只是現在訓練工具白白種 先評估自己的身體能力 先學好動作模式 再進行負重 最大化自己的訓練效益 且無痛訓練一輩子 才是更重要的 最後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有任何問題 或想知道更多資訊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不要忘記 每個禮拜三的晚上九點 跟我一起 Become Bad at Jay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快點 by bwd6